我們總是聽到戒煙的人 說我一定要戒煙 但是為何你戒煙總是失敗呢? 因為你總是在用亂七八糟的方式去戒煙 Yo大家好 我是七七老大 Open the door, see the mountain 開門見山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你敲碗已久的 終要戒煙 我們總是聽到戒煙的人 說我一定要戒煙 然後抽完這支 就說不抽了 但是講了差不多八千多次 沒有一次成功 抽煙的壞處 連你家養的天竹鼠 身上的跳蚤都知道 但是為何你戒煙總是失敗呢? 因為你總是在用亂七八糟的方式去戒煙 常見戒煙法第一種 叫做減量法 濃的改蛋的 A包改半包 乍聽之下好像是一天少抽一點 真的有進步 但是你心情不好 一喝酒 就全部給他抽回去了 所以只要你放不下最後一根煙 就跟大巨蛋一樣 全是白搭 常見戒煙法第二種 用像尼古青 戒煙貼片 戒煙糖等等 的確尼古丁它可以藉由 吸入或者是貼片 進入你的血液當中 它的確可以 去降低你想要抽煙的慾望 但缺點就是 貴 時效性短 然後你對尼古丁的影頭 它依舊不會消失 我有一個朋友 他後來就對尼古青成癮 起床之後沒看到他那個小棒子 手還會給我一直抖 常見戒煙法第三種 你不會管明天要期末考 你依舊滑手機看IG 你才剛剛說 我一定要減肥成功 宵夜你就敢給我點雞排 沒錯嘛 人的意志力 他比好自在還薄 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的妥協 他很值錢的話 你已經是大富翁了 所以戒煙靠意志力 他當然也是這樣 於是 你一次一次的戒煙 他全都失敗了 七七老大今天 就要給你一種戒煙的密招 我稱之為 最後一次戒煙法 因為 他即將成為你 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讓你的不適感降低 讓你沒那麼想抽煙 來 最後一次戒煙法 第一步 首先 你要做到的是 招告天下 你要在IG和FB上 告訴大家 你要 開始執行 兩週的戒煙 並且 告訴大家 你要戒煙的原因 跟你的親朋好友家人說 一方面可以監督你 另外一方面 可以 象徵自己的決心 最後一次戒煙法 第二步 準備一種茶 我稱之為 再見 老煙槍 來準備的材料有 魚腥草10克 薄荷10克 遠製10克 貨香5克 甘草5克 極梗5克 金銀花5克 浮繩5克 把這些拿到600CC的熱水當中 去煮10分鐘 取出來之後 放涼過濾 放在小瓶子裡面 冰箱保存 像這樣 它就是一天的份量 這樣的量在於你起床時 飯後 或者是任何時候想要抽煙時 都可以來上幾口 真的非常的便宜 而且效果又很好 再見老煙槍茶 它一方面可以清你的肺熱 一方面又可以改善你 想抽煙不舒服的感覺 還可以調整你嘴巴的味道 讓你不想抽煙 來最後一次戒煙法 最後一步 當你想抽煙時 去按摩你的裂缺穴 它可以降低你想抽煙的感覺 怎麼找裂缺穴 兩隻虎口交叉 你的食指能夠達到的位置 這個就叫裂缺穴 如果你不想死 歡迎你一起加入戒煙的行列 來想要參加的歡迎你一起留言喔 一起戒煙吧 活到98 來我們今天就找小黑來實測一下 最後一次戒煙法吧 來 小黑 什麼時候開始抽煙的 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概 國小六年級吧 因為那個 壞蛋 壞蛋 因為那個時候很有型電動 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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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為什麼會想抽煙 帥啊 因為沒有 因為身旁很多朋友在抽 然後你會想要跟他打成一片 然後你開始好奇 環境的問題 環境 那你戒煙的經驗 總共有幾次 N次 數不清了 八千多次吧 最常差不多戒煙是半年 在當兵的時候 那為什麼會失敗 女朋友跑了 兵變 就失敗了 我怎麼知道 在最短差不多三分四十 心中 心中八四 OK OK 那你都是用什麼方法戒煙的 然後為什麼會失敗 通常喔 意志力啊 對啊 那可是意志力 對 我知道他意志力比他的男子還小 哇 那很小耶 最近有用這個啦 對 電子煙啊 那個網路上都說這個很不好 那有沒有真心想要戒煙 沒有耶 沒有 不行 拍影片 你快起來喔 沒有 有 真的有 對 因為抽煙太久 你真的會怕 因為你看 小六到現在 二十年了耶 而且我上有 三十 十 上有 上有 有家母 下有 七小 就會兩 貓兩狗 會啦 會小的 進去 而且你好像有兇門的 對啊 你抽煙抽 抽多了 你晚上就會 夜渴啊 然後不然就是 好 OK 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啊 就 擇日 不如撞日 擇陽 不如撞陽 從 現在開始 你不是說明天嗎 現在 現在拍影片了 喝下去這一口 象徵你的決心 然後 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就不會再 抽煙 達成戒煙 壯士斷碗 好啦 才幾點而已 就喝掉快要一整罐 古有王羲之血 玩一缸水 今天你是怎樣 喝掉兩罐茶 我說了 想抽的時候才喝啊 就是想抽啊 真的 真的這麼想就是啊 現在第幾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二天 第二天 好 加油好不好 用意志力 好嗎 意志力 加油 欸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拿來 我真的沒有你股丁 一樣不行 老大叫我監督你 這個人呢 交給你 我們剛剛看到小黑鬼鬼祟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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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祟 嘿嘿嘿 肉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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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啦 茶啦 茶啦 什麽茶 戒烟啦 戒烟茶啦 打電到就這樣抽 各個裡面 醬煮不好了啦 今天又沒煮 靠腰忘記了 現在已經經過14天啦 趕快請小黑來跟我們報告一下 請問你現在有抽菸嗎 現在沒有抽啦 那你這14天都沒抽 一開始有偷抽一點啦 太亂搞 那請問一下這個茶好喝嗎 微苦 然後有一點點帶有乾乾的 這樣子 我覺得還行啦 那你覺得有幫助到你戒菸嗎 這個不得不說 我覺得這個算是還蠻有效的 因為它可以就是降低 你那種很想抽菸的煩躁感 就是你有時候很想抽菸啊 會找打火機啊翻箱倒櫃那樣子 戒菸第幾天最不舒服 前面吧 我覺得戒菸 因為我戒過很多次嘛 就是前面是最難好的 還有那種喝酒啊 或者是說大家出去很開心 這個是最難好的 但是差不多到第4天第5天 然後你的那個菸影跟那個習慣 就會慢慢開始適應這樣子 所以到後期就還好了 到後期還好 那你現在有能力 有自信 可以繼續堅持下去嗎 兩個禮拜啊 繼續保持啦 對啊 你現在已經兩個禮拜很努力了 你不要因為跟老婆吵架啊 或什麼東西就抽回去哦 但是喝這個就是 唯一的缺點就是 一直會想娘娘 一定會跑廁所18次嘛 人家都以為我勝虧了 這樣很好 因為你這樣就有理由 說是因為喝這個的東西 哦 嘿嘿嘿 好 OK 美女的試滾 好的 以上這幾招啊 它真的能夠改善你想抽菸食的不是 但最大的重點還是在於 你本身有沒有想戒菸 養成一個習慣它很難 把習慣改掉更難 只要你有決心想讓自己 變好變健康 那就歡迎你一起來戒菸吧 想戒菸的朋友們 你們不孤單 把最後一次戒菸把都學起來 並且分享給你身邊啊 有需要的人 讓你自己更健康 讓你愛的人更健康 我是琪琪老大 分享訂閱留言 更多健康事都在我們的頻道 老大愛你哦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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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